好 要講囉 嗨 這個是你國文造詣的問題囉 哎呀 頭殼要破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resiaSach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有在繼續學日文嗎 這是我的書 然後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講到這個發音 因為我覺得學語言 發音 音調 聲調很重要 因為我有時候遇到台灣人或者是外國人 他的想要表達的這個語調跟他的真實的情感 沒有一致 沒有match 然後會頓時讓我聽不懂 甚至造成誤會 誤會很大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來玩一個日文的聲調 就是那種語調的情感的一個遊戲 那今天呢 我請到了日文小白 標準 法道就不學的代表Pattern 好 耶 法道都不學的 我們法道什麼 我們不要法道東西啊 你看你 你看這個態度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玩遊戲的主題是 嗨 因為就算沒學日文的人聽到嗨 可能就都會有一些印象都帶來 那想先問一下佩倫 你聽到日文的嗨 你覺得會用在什麼樣的場合 或者是你覺得有什麼樣的意思 你可以告訴我嗎 找到說嗨 那是英文 喔 那是英文吧 欸好啦好啦 那還有呢 是啊 就這樣 就你的印象就是是 就是是否的是這樣子 沒有 就可能是在回應別人的時候嗨 你的想像是附和的那種 是是是的那種 所以你沒有想到那個遊戲的那個 選擇YES NO的那個嗎 沒有 喔 反正你也知道嗎 就大概是 我不知道 欸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YES OR NO啊 蛤 所以我現在講你才知道嗎 對 太誇張了你 你 好 那我今天呢 就準備了八個日文的嗨的情境 那這八個一一解釋完之後 我自己會再從這一個裡面 抽一個來講 然後呢 請佩倫請觀眾的大家猜 一到八個我是講哪一個的嗨 好 第一個情境 被敲門時候的嗨 第二個 反問回去時候的嗨 就有點像中文的 蛤 反問的那個感覺 好 第三個 出血確認の時の嗨 點名時候的嗨 第四個 やる気のない嗨 沒有乾淨的嗨 第五個 プレゼント渡す時の嗨 給禮物時候的嗨 第六個 怒られている時の嗨 被罵時候的嗨 第七個 驚いた時の嗨 被嚇到時候的嗨 第八個 有點有趣 告白王家の時の嗨 被告白時候答應人家的嗨 好 那我已經想好我要出什麼情境的題了 我自己覺得這個應該蠻好分辨的 應該是送分題 我覺得啦 所以應該日本人會聽得出來 這個我覺得也還蠻考驗講的人的這個 演技嘛 就是要回想那個當時 然後去重現那個真實的感覺 那我要講囉 我只講嗨 所以你要聽清楚喔 OK 好 要講囉 嗨 可以嗎 好 再一次 好 再一次喔 嗨 等一下 我閉著眼睛 我要回想那個我當時的那個感覺 然後講出來 那你再聽一次喔 最後一次喔 嗨 如何 觀眾 大家 有覺得哪一個嗎 還是覺得就猜不出來 現在感覺起來是 這八個都不可能 你覺得八個都不可能 那怎麼辦 那最有可能的 就只有八而已 那 大家覺得是什麼呢 3 2 1 公布答案 我剛剛腦中回想講出來的是 第五 給禮物時候的嗨 喔 你有感覺嗎 沒有 你是給的那個不是收禮物的那個人 給的那個啊 當然是給的啊 喔 你是給的那個不是 對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那就合理 可是我 不是 題目都答了給禮物時候的嗨啊 所以是給禮物 這個怎麼會誤會 這個是你國文造詣的問題囉 我這每八個情境的嗨 我都講一次 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這八個 可能吐氣的量 還有 音調嘛 整個我覺得就是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聽聽看你 會不會覺得 也不一樣 還是你覺得聽起來都一樣 好 第一個 被敲門時候的 嗨 沒有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 日據裡面的嗨 那個太長了 沒有 那個是在很 那個是按門鈴才會是嗨 但是如果是上廁所 或者是什麼 一般不會拉那麼長 可是這邊被敲門的時候 被敲門 誰會去敲廁所的門啊 誰 廁所才會敲 誰會去敲你家的門 有夠恐怖的 是按門鈴吧 廁所的門 或者是辦公室的門 你聽到就是什麼嗨 的那個 我會覺得比較是好像在家裡 然後 對啊 可是這個現在被敲門可能 就是可能 在外面已經有人在等 然後我要趕快問說 啊好 等我一下喔 的那個感覺 而且如果在辦公室裡面 敲門的話 你又不會去開門 不是為什麼在辦公室裡面 不會拉那麼長 會講嗨 不會 在辦公室裡面應該是說請進才對 不是 當然請進會講 但是 嗨 這個先回答說 欸是我在 的 我們就是先以這個嗨 就真實會講到的 我們不考慮其他的 詞彙好嗎 嗨的話是你要 你要過去迎接了 沒有 我 頭殼要破掉嗎 當然就是講了嗨之後 也可能會講其他的語言 或者是 欸你只講其他的語言 不講嗨也是有可能 但是 我們就以這個情境 會講嗨的情況 可能會怎麼講 來講 不考慮其他的好嗎 這種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 長短的感覺 就是 比較萬用的 就什麼場合 都不會奇怪的那個嗨的感覺 第二個 那個 那第三個 點名時候的 嗨 就 簡潔有力的感覺 點名時候的 嗨 這個跟 我在日劇裡面 聽到的嗨也不一樣 那你的想像是什麼 它會再更中氣十足一點 那你學一次 嗨 喔 可以啦 就是可能 就是那種 好像充滿乾淨的上班族 可能會有的那種感覺 第四個 沒有乾淨的 嗨 好 第二個 因為我會跳這個給禮物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想說 感覺應該 可能跟 發 那個告白 或者是其他可能會覺得很像之類的 那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在給禮物的時候 會 並且就是 如果女生的話 從鼻子 透出來的那個氣量會比較多 我自己覺得 就是 裝可愛的嗨 就是帶有一點高興雀躍的情緒 在裡面的嗨 就是給人家禮物的時候 女生是這樣 就是比較 但是男生的嗨又不是這樣 對 男生如果給禮物的時候就會自以為很帥 就是那種帥氣的嗨 但是我會覺得 這是雖然 可能就算簡短 但是會跟點名那些不一樣的 我的感覺是 給禮物時候的 嗨 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個嗨 會不會跟 點名或者是覺得很像 但是 我自己在講的時候會覺得不一樣 所以 這個是因為你自己的 腦袋裡面 不是 就是我自己的這邊 這邊 喉 喉嚨鼻子的感覺不一樣 但是我也有點 該怎麼 說 就是 就是我剛剛覺得從鼻子透出去的氣量不太一樣的感覺 好像是確診了 是不是 他在給東西的時候 他比較有往上揚的感覺 那我覺得 點名的時候 就算他 尾巴的音 不管是低還是高 就算高 但是他會 被切得比較 俐落的感覺 然後給東西的時候 就不會特別去切斷他的感覺 第六個 被罵時候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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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覺得要看人 因為有一些不一樣啊 他就說 嗨 嗨 嗨 那個很不耐煩 或者是很不屑的 那個很討人厭的那個嗨 對 那個是真的很討人厭 嗨 嗨 嗨 對 那個 日文常常會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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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就是 好像很不耐煩 就說 好啦好啦 知道啦 所以周杰倫裡面的歌詞裡面講 嗨嗨嗨 其實是在 就是敷衍他爸的意思嗎 他有這樣的歌嗎 有啊 喔我不知道耶 那聽起來論文聽起來是敷衍的 因為就 嗨嗨 有時候 兩次 比較那個灰色的地帶 但是講到三次 嗨嗨嗨 就會覺得 對就是不好 那 第七個 被嚇到時候的 嗨 是嗎 嗨 那是驚訝的時候吧 被嚇到應該是 嗨 哈哈 哈哈 就我剛剛講的是 如果聽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嚇到就 嗨 這樣子 蛤 那如果是 突然有人來嚇我 可能當然嚇人會講話 比較多 但是如果用嗨 的話就會變成 就是反正就很短 然後 很 緊縮的感覺 嗨 然後第八個 被告白的 就是 就是 我的想像是 應該 不會講那麼快 然後可能會比較 慢慢的 就很中肯的 嗨 這不是跟剛剛很像嗎 有嗎 我覺得不一樣啊 就是 呃 怎麼講 嗨 這種感覺 這叫給禮物的時候 給禮物的時候 一樣是你 給予人家一個東西 那被告白的時候 你答應人家 也是給人家一個答案 所以其實都是在給東西 那你給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是 沒有 這個在日文裡面不一樣 直接讓我講 因為給東西是給物體 然後這個是許可 給答案是 這個是中文的邏輯 你覺得是在給東西 當然確實我們是 給一個回答沒錯 但是在日文的這個 就是跟人家講 yes no的那個感覺 跟你拿東西 遞這個物體物品 給出去的那個感覺 那個音的真的不一樣 而且在日劇裡面 如果答應別人的告白的時候 他會很鄭重 很隆重的 去跟男主教練說 嗨 如果男生 答應女生的這個告白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麼樣簡短 他會是比較溫柔的 嗨 女生的嗨的話 是很正式 因為通常女生被告白 會覺得 欸很高興你喜歡我 我願意接受 你的那個 但是男生的話 但是男生的話不一樣 男生的話是 如果我答應你的代表 我要一直保護自己 一直愛你 所以這個時候呢 是用溫柔的嗨 所以那個哈的那個音出來的時候 其實氣音會比較多 就是 嗨 這是你的感覺 但是 對啊 應該說這個 回答應該 就也要看人家的個性 我沒有看過日本綜藝節目 不多啦 但我日劇可是看了很多 呵呵 你看片磨然啦 你全世界都在看 真的那個 Netflix 真的你應該要再多付給他 很多很多的錢 因為你真的看得很精緻 哪有Netflix 現在都在播韓劇 已經變成韓劇的天下 就是那個 Disney Plus 念的是 感覺可以看的那個 都看變了這樣子 呵呵 好大家覺得 如何呢 有趣嗎 那這個呢 就是 想像現實 比較接近現實生活中 講出來的那個感覺 但當然就是可能依照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是日本人 就是母人是 去聽 應該都聽得出來 不一樣 但是因為個性不同 所以解讀可能不同 那日本人也很有可能會猜錯 但是 就算猜錯了 呃 你就在跟他解釋 欸 你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那應該就是可以理解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怎麼講 如果是母人是應該是 今天這個應該 我們猜不出來好不好 我覺得猜得出來 這根本就在演戲啊 對我覺得 這個是還蠻看 要講的人的那個 想像那個情境 還原度也有關係啦 對 對 好 就是有趣的遊戲 那下一集呢 我想要跟大家 玩 日文的 哈 這個 也是一樣 請大家進行期待 然後也是 你覺得大家玩就玩 你跟我玩幹嘛 不是啊 就是你要幫我代表台灣人一下 我才沒有辦法代表台灣人 不是啊 就是外語者這樣子 的角度來看一下這樣 好 那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 留言 分享喔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的 在這邊的代表影片 也有每天用 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也請大家追蹤 然後 我除了有出 日文教學書之外 我也有專門的 日文教學的 Instagram 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下面